这张图表呢是从21号到现在 全球对英国发布禁航力的名单 而严防病毒输入要进入新的灾难 这是因为英国变种病毒现在感染力 已经证实说会比过去的病毒高出70% 而南非的变种病毒传染力甚至比英国还要厉害 既然变种病毒是从英国传播开始的 而周边的欧洲国家就是先率先祭出禁航力 包括法国 爱尔兰 意大利 我们为您整理在第一排的这个位置 还有葡萄牙 比利时 还有荷兰 德国 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土耳其 波兰 挪威 丹麦 波兰 俄罗斯 以及瑞士 希腊 葡萄牙 瑞典 西班牙 捷克等等 其中呢 捷克这个国家 它虽然没有拒绝英国客机 可是所有从英国入境的人都必须强制检疫10天 而紧邻的非洲国家速度最快的是 阿曼汉 科威特 这两个国家在这个地方 这两个国家呢 在第一时间的时候先宣布关闭了边界 紧接着呢 约旦 苏丹 摩洛哥 奈及利亚 以及南非 图尼西亚 都是下令直接禁止英国旅客入境 而在中东的部分呢 在这个地方 有伊朗 科威特 黎巴嫩 也都是禁止英国航班的 其中呢 以色列比较特别 它是一口气禁止来自英国 丹麦 南非的航班 而沙烏地阿拉伯则是禁止包含英国在内 全世界所有的国际航班 那美洲的部分呢 美洲在这个地方 美洲的部分从北美的加拿大到南美的智利 和阿根廷 秘鲁 以及哥伦比亚 以及中美的萨尔瓦多 也都是对英国客机实施禁令 其中萨尔瓦多特别宣布 过去只要是在一个月之内曾经去过英国 南非的民众都是禁止入境的 亚洲是香港开了第一枪 紧接着呢 印度 澳门 日本 南韩 菲律宾 泰国 巴基斯坦 还有中国大陆 以及今天最新的印尼 它最新公布了 从1月1号开始 两个星期禁止所有外国人入境 这么多国家陆续接连公布禁令 其实英国的BBC已经为大家算出来 超过50个国家或地区 暂停英国的航班 也因为变种加上新冠病毒 现在至少有三种病毒在乱窜 因为禁非手段的防疫呢 各国考量都是不同的 有些是针对英国 有些针对英国和南非 甚至对全世界来做全面的禁非 希望能够有效防堵病毒从外来入侵 可是面对病毒的蔓延 现在很多国家政府 就是推出强制的措施 这些强制措施呢 其实包含了封锁城市 关闭边境以及隔离等等这几个 可是呢这些措施在过去一年 几乎是天天上演 甚至于就是 还有用高科技行踪来监控 就是所谓的感染者确诊者 就是包含中国大陆在内 他们还被抨击说 他们用这个方法导致人生自由 和个人的隐私大打折扣 这其实银应该也算是一种利用威权吧 可是呢在疫情 似乎也在改变着地球人类的生活 不管是哪一种方法 有没有效 现在大家都用放大机来看